嗨大家好,我是科幻迷布玛 瑞秋刚睡醒,居家AI彼得就殷勤问候 他扫描到瑞秋昨晚压力特别高 这种焦虑莫名强烈,可能是肠胃微生物导致的 建议他做结尝清醒 瑞秋连珠炮一样拒绝 多亏彼得照顾自己心情很好很好,一点也不焦躁 彼得还是不放心 因为瑞秋已经怀胎几个月了 焦虑会影响胎儿健康 不如伴着轻松的音乐开启新的一天吧 他指导瑞秋放松沐浴练习预产运动 瑞秋觉得自己今天心境平和 不如改成静坐冥想 但彼得说没有人比自己更懂产妇护理 他只要照做就好 接下来是制作早餐 彼得事物巨细 先指导他备好3盎司的坚果 又让他去备4盎司的鱼油 瑞秋忙得恶心想请一天假 但彼得不这么想 他说这些食物有利于胎儿大脑的发育 再辛苦也值得 瑞秋被迫去拿鱼油 却惊呼他们全用完了 他其实是在撒谎 而彼得也识破了 他说自己精准计算着每天的鱼油消耗量 剩下的足够用到下周 别再逃避了 快干活吧 他到底为什么非要逼自己干活呢 休息一天也不能损失什么呀 瑞秋越想越不耐烦 彼得却说叫起大道理 什么细节决定成败呀 每天微小的进步才能让他成功呀 这吐如其来的鸡汤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就不能休息一会儿呢 瑞秋一遍遍地问能否休息 彼得也一遍遍地拒绝 最后警告说再不努力 自己就给他一个助推 瑞秋还是没听 我们呢就知道助推是什么意思了 他激活瑞秋的电机项圈 电得他尖叫不已 站都站不稳 瑞秋怕了终于乖乖服从 瑞秋虽然做好早饭 却没有从电机回过神 神情恍惚 彼得又催促他 是时候跳个舞来振作精神了 他敷衍说再跳了再跳了 可彼得能追踪记不起 计算出他并没有跳 又给他一阵电机 他只好又屈服 但嘴上还是抱怨 这种舞蹈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彼得又用鸡汤回应 奇迹都是从细节诞生的 热得他直翻白眼 瑞秋没有想到 就算跳舞 自己也想不了片刻清闲 彼得又强行插话 说自己做过专项研究 知道瑞秋单身抚养孩子的话 会让孩子续酒 得精神病 还会血液失败 这也太会聊天了吧 瑞秋想调高音乐 但是彼得无视 继续说 两口之家才是养孩子的最佳配置 瑞秋该找老公了 根据调查 前任老公工作好 单身 刚跟瑞秋和平分手 还没释怀 是时候复合了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瑞秋强忍怒火 一股脑拒绝 而这次彼得难得的听话 但他还要瑞秋提供更多的给人信息 比如最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自己会替他相亲的 瑞秋继续拒绝 而彼得又用前所未有的强大电力助推 他的惨叫声 甚至盖过淋月声 瑞秋终于怒了 他端起平底锅 把彼得敲成废铁 世界终于清净了 可事情哪能如他所愿呢 片刻之后 电话响起 李明英混不散 还是彼得的声音 他说自己再也不想给政府机构投诉 因为瑞秋已经劣迹斑斑 被判定为 一怒 无精打采 贪睡 而且抑郁 不适合抚养孩子 自己再投诉一次 他就会失去养孩子的资格 现在瑞秋最好启动 备用版的自己 大家一起开开心心 恢复原来的日程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但是瑞秋没法反抗 新的彼得启动之后 感慨一切好多了 命令瑞秋再跟自己 来一组助产运动 花音落地 屋里静的一片四季 仿佛瑞秋自己也失去生气 变成了机器人 这一集的短片就是这些了 他的名字一针见血 就叫坏彼得 而看到这儿 我们再看开头就会明白 为什么瑞秋一觉醒来 焦躁感就莫名强烈了 遇上这种人工智能 不管是谁都会暴躁吧 最后呢 布玛想说随着科技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智能产品 进入到我们的生活 这的确给我们带来了 很多的辩解 但是机器毕竟只是机器 如果一切以机器判定 为最终结果 而忽略了人的感受 那是不是就本末倒置了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文fans 咱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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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再见